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片之前 記得點讚、分享、訂閱 按旁邊的小鐘 什麼時候有新片就可以馬上看到 熟龍的朋友來到新一年 你是犯太歲的新潮 而你所犯的太歲 就是直太歲和形太歲 正所謂太歲當初無喜恐有禍 所以在犯太歲的年份 最好做一些喜事充氣 例如結婚、添丁、創業、買樓 這些通通也是喜事 除此之外 今年也是形太歲的年份 形太歲代表熟龍的朋友 今年很容易致沉煩惱的意思 不過今年也很幸運 因為熟龍的朋友 今年是你們多勞多得的年份 只要有付出便自然有所收穫 吉星方面 見到金魚財星 金魚財星亦都寓意著 新一年財運滿滿的意思 同時也見到一個歲駕吉星 歲駕吉星代表皇帝出巡 所以亦都代表熟龍的朋友 新一年你們的試運來講 認真不錯 亦都容易升職加人工的機會 同時之間也見到一個華鈣吉星 華鈣吉星代表著 跟我們的圓殼 術數 宗教特別有關係 但是熟龍的朋友 今年亦都容易有孤方自上的問題 容易有少許自視覺高 所以熟龍的朋友亦都可以調節 空星方面 見到伏斯空星和劍峰空星 這兩顆星亦都對熟龍的家宅運 和健康運比較不利 所以熟龍的朋友記得 可以在農曆三月和農曆九月 進行尖旗和洗牙 自然可以化解得到血光之災 熟蛇的朋友來到新一年 今年就是你們的思想學習年 所以今年特別有利讀書升職和加工 亦都可以值此機會 報導一些跟你工作相關的課程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好好地充實自己 吉星方面 今年就見到一個文昌貴隱星 文昌貴隱星特別有利 熟蛇的朋友就是今年的升職加人工 而且假設你是從事文職工作的話 今年的表現來說 亦都屬於相當地不錯 另外亦都見到一個太陽吉星 太陽吉星也是一顆男士的貴隱星 所以假設你從事的行業和男士有關 特別是關於一些賽馬、音響、男士中標的話 今年在工作的表現方面亦都相當地理想 記得要好好地把握機會 同時今年亦都見到一個天起桃花星 亦都是淨桃花的年份 所以單身的蛇仔蛇雷 一定要好好地把握機會 如果遇到心儀的對象 亦都不妨主動出擊 看看有沒有辦法開展一段良緣 空星方面 就見到一個孤神星 正所謂南紀孤神雷記寡叔 由於孤神星入主 今年經常都覺得跟伴侶溝通不足 有伴侶等於沒有伴侶 就算有伴侶在你旁邊 你都會覺得差一點點 另外今年亦都見到一個劫殺空星 另一顆星亦都是對家宅運 和健康運一般的意思 在這裏亦都建議 宿舍的朋友仔 平時亦都可以在初一或者十五 可以吃素或者吃齋 那就自然可以增強自己的福報 還有六天就到龍年 今天是套年最後一次跑日馬 沙田有十場泥草混合賽舉行 莊鄭美斯率領國際邁亞蜜 在香港大球場和港超團踢表演賽 結果國際邁亞蜜 在上下半場都有入球順利贏 令坐滿全場的四萬個球迷過足球人 總之整個下午轉成波馬同歡 成就出一個不一樣的星期日 講回沙田馬場的情況 今期有兩項杯賽坐陣 結果四歲馬系列賽頭關 第七場的1600米經典一里賽 大熱當道賽果正路了 全場最高評分 兼賠率最低的1號馬 嬌陽明驅 以無敵的姿態 後上一攻而破 奪得冠軍 馬主家族的掌台人榮志健 親身到場蓬佩拉頭馬 他上個月17號82歲生日 這一份後補的賀禮 真是有心不怕遲 至於聶馬師蔡若翰 累積第四次贏經典一里賽 波文就是繼五年前的添滿意之後 再奪經典一里賽冠軍 總算在自己停賽五日前捧回大杯 整場馬可以說皆大歡喜 值得一提是阿賽 今天實際他是先虎後甜 事關他在第三、第五和第六場 都搏輸做阿爾 被其他行家吃著 去到第七場至轉運贏馬 還有少少東西可以分享 就是嬌陽明區以1.3倍勝出 成為經典一里賽 力來最熱的頭馬 至於今場後上好勁跑第三的 64分馬九九為尊 就是這一項賽事史上第一匹 70分以下的出賽馬 看來四歲馬系列賽的次關 3月3號千八米的香港經典輩 都要預算他那份 不過數到全日的主角 一定是艾少禮 你一位歐洲騎士 一如冷空氣就醒神 今天他在專程來香港 入場打氣的父母面前捧杯劍氣媽 先在第五場 幫家應傳承爆出18倍的冷編開齋 這匹五彭茲馬房的四歲新力軍 贏完馬之後將會升到80分左右 相信會向四歲馬系列的棄育 3月24號打給大賽進軍 殺得勝起的艾少禮 在第八場騎姚本輝馬房的 諾菲馬筋斗魂後上殺 贏出八周年紀念文憑 個人繼完單日勇奪華商會杯之後 再在香港贏三級賽 最後不單自己開心 他媽媽更加哭起來 兒子表現令他大受感動 而合計近六場的分級賽 青日式由蝕榜馬勝出 都算是近年的一項紀錄 至於姚本輝在第九場 還贏了陽光勇士起碼 統一還有葉楚行和中逸禮 都是起碼的 另外今天有兩位外援來香港 下串跑沙田日馬 結果密道朗就急趕而來 失望而回 其實五場最厲害都只是憑著第三場的 勁進輝煌 以及第六場的星際快車 拿到第二 沒有馬贏就坐野機回澳洲 至於八米高就更加無料到 出四場最佳名次是第七場經典一里賽 的競速威龍跑第四 不知道各位馬迷又收不收貨?